The birthday is the same as your departure time 如此巧合的事情让男孩的神经瞬间紧绷了起来 看着那架破烂不堪的飞机和窗外连绵不断的大雨 男孩的内心不禁产生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突然机场广播传来一首熟悉的歌曲 而男孩清楚地记得 这首歌的主创团队无一例外全都死于一场空难 对于即将起飞的人来说 这首歌实在是太不吉利了 因此男孩第一次萌生了扭头回家的想法 可却被身后的同学硬生生推上了登机通道 排队等候的男孩再次望向窗外 突如其来的闪电竟挡住了他的视线 男孩思考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在一次被同学打断了思绪 男孩一把将同学推开 愁容满面地跟上飞机 突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传进了众人的耳朵 很快男孩就来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他刚坐下就长叹了一口气 然后迅速扎好安全带 随手把冷气开到最大缓解自己的焦虑 这时两名女同学想要和他换个座位 尽管朋友一再地阻止 试图分开女同学一人一个 可男孩实在没办法拒绝女孩们的请求 解开安全带来到朋友身边 令男孩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座位的小桌板竟然是坏的 紧接着空姐关闭舱门 做好了起飞前的所有准备 伴随着一声鸣笛飞机 渐渐驶离了机场 这时老师高举双手庆祝巴黎之旅即将开始 同学们纷纷高声呐喊附和 只有男孩的神色逐渐紧绷 突然飞机一阵剧烈晃动 这下同学们全都慌张了起来 见怪不怪的机长却习以为常 好在飞机很快平稳了下来 飞机也顺利地飞上了天空 男孩这才常常出了一口气 奇料飞机再一次左摇右摆 这次竟然比刚才还要严重 机舱里突然失去电力攻击 顶部的包裹不停向下掉落 意识到有危险的机长放下氧气罩 经常坐飞机的朋友都知道 这种东西带上根本避免不了意外 眼见飞机晃动的频率越来越快 被扯掉的氧气罩突然爆出火星 蔓延的火花引发电力系统大爆炸 飞机的机身瞬间被炸出一个缺口 坐在风口上的同学不受控制的提前降落 不出意外飞机上能喘气的活人无一信 满头大汗的男孩慌张地跑到前面 确认刚才的桌板果然是坏的 这意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根本不是梦 朋友起身叫他冷静下来 小帅一气之下起身到鸡南海 工作人员见状将闹事的孩子拖下飞机 朋友的哥哥让他过去照顾一下 此时没人关注的小美也趁乱跟着离开 随后六名同学被机长强行拖到后机室 并命令安保不许他们继续登机 老师见状赶忙上前解释 飞机上的40名学生不能没有教室 机长见这么大的客户也不好变 只好答应带一位教室 老师赶忙叫来同事讨论谁先走 随后破烂不堪的飞机终于离开机场 老师询问男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男孩解释自己看到了他 扫兴的小帅听着他胡说八道 带着女朋友回来继续和他争论起来 老师赶忙着空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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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架飞机不出意外的发生了爆炸 男孩也不敢确定的爆炸在眼前发射 这让幸存下来的六名同学和老师更加恐慌 随后安全局带着联邦调查局探员找到他们 因为男孩提前预测到了飞机会爆炸 无疑成了本案最佳嫌疑人之一 男孩的朋友因哥哥死在了飞机上 完全可以排除他的嫌疑 还有一个嫌疑比较大的小美 他跟下飞机的同学根本不属 却自己主动离开飞机避免了灾难 一通审讯过后 没有直接证据的探员叫来了孩子家长 七个人各自回了家 男孩看见新闻报道 明明梦见了飞机会遇难 却因自己无法阻止无比自责 隔天男孩赶来参加学校举办的追悼会 朋友的父亲冷眼看着他 小帅警告男孩不要以为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就想让他感恩戴德 他完全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男孩走到老师面前打招呼 伤心过度的老师叫他离自己远一点 朋友却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他相信男孩说的话是真的 等父亲对他的态度有所转变 再邀请他一同出城去玩 大美走来感谢男孩 因为他的举动自己才活下来 殊不知死神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七个 夜里男孩久违来到卫生间照镜子 突然一阵寒风袭来 男孩赶忙将窗户关闭 寒风竟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随后卫生间地面上的水迅速蔓延 这时男孩一不小心用刀片割破了自己的脸 伴随着一道黑影闪破 快速扩张的水将男孩包围 男孩赶忙拔掉播放器 拉开窗帘整理母亲的丝袜 下一秒脚底被水瞬间滑倒 脖子被钢丝连续缠绕几拳 被吊起来的男孩死命挣扎 奈何无比丝滑的浴缸使他没法自救 他看向门口试图呼喊父亲 钢丝绳不留余地的收索 导致男孩彻底不再挣扎 脑袋一歪死在了浴缸中 听话的谁也快速消失在马桶下面 殊不知就在十分钟之前 在家调查空难为何发生的男孩 突然一只猫头鹰撞进窗户 男孩捡起大腿上的碎纸片 上面居然刻着朋友的名字 男孩火急火燎地跑来查看 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 朋友父亲老泪纵横地走来 男孩认为朋友不可能自杀 否则他就不会约自己事后出去玩 男人根本不愿意和这个扫把心沟通转身离开 天亮后男孩来到小美家里 男孩见他所问非所答 继续追问他为什么昨晚到朋友家 原来小美也拥有这个能力 但他只能预感到危险 完全不知道危险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出现 他感觉到危险并没有结束 所以昨晚他去了同学家里 男孩认为想要解开这谜团 必须去看一下朋友的尸体 夜里小美带着男孩偷偷溜进了病葬馆 使用铁丝匠门把手给撬开 来到镜前朋友的手突然翘起来 男孩听了病以老的话顿悟道 既然死亡经过了死神的设计 那么一切都将有迹可寻 随后他掏出那张小纸片 认为只要能把提前遇见的危险规避掉 就可以避免不幸继续发生 这是一辆大巴车从自己的面前闪过 男孩回过头路上竟然空空如也 随后幸存的六个人意外在咖啡店门口相遇 女孩被突如其来的大巴车撞死 只顾着跟小帅吵架的男孩 没来得及制止这起死亡降临 男孩回到家看着电视新闻 发现飞机爆炸是因为发动机电路绝缘体波落 毅然液体泄漏导致的爆炸 男孩观察着火花蔓延的滚迹 意外地发现这路线正巧和他们的座位号一致 死亡的顺序与这个轨迹路线相同 那么下一个竟轮到了刘老师 男孩赶忙跑到刘老师家避免灾难降临 老师发现他靠近主动到了警 检查汽车轮胎的男孩被当场逮捕归案 刘老师见状松了一口气 突然窗外寒风吹进室内 老师转头查看并没发现异常 随后他打开水龙头灌满水 拿起毛巾擦拭出来的水字时 老师回头检查看到绿植在乱动 他并没在意打开燃气烧水 突然燃气却自动熄灭 老师不信那个血 掏出超大号火柴再次尝试 强行把煤气灶给点燃 很快水壶便被烧开了 老师倒了一杯水后 竟听到身后发出一响 神志紧张的老师打开冰箱 掏出一瓶酒还有冰块 把冰块扔进水杯中倒上酒 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 水杯不自觉地裂开 老师拿起水杯一边走一边滴了一滴的酒 他来到电脑旁拿起装饰品 酒水一窝蜂地撒进电脑散热缝隙中 老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小细节 酒水迅速向设备里面蔓延 下一秒主板突然冒起火星滋来一声 老师起身凑过来检查 突然电脑发生了爆炸 炸碎的屏幕扎进老师的脖子 老师拽掉台面上的毛巾 试图堵住伤口 与此同时被放出来的男孩跑到老师家 他冲进室内发现里面一片狼藉 男孩发现地上的老师跑来营救 突然微波炉瞬间爆炸老师隐恨西北 男孩冲上去拔掉老师身上的刀 留下指纹和脚印的男孩快速跑出房子 下一秒房子因煤气泄漏瞬间被炸毁 男孩不受控制地逃离现场 得知此时的探员找到小美 试图从他这里找到男孩的下落 小美声称自己跟他关系很一般 探员怕他出意外交出一张名片 此时小帅驾车来到学校墓碑前 掏出小刀把女朋友的名字刻在上面 这时小美及时赶到现场 三人商量如果要保住命 必须先找到小帅确定下一个谁会死 小帅驾车来到飞机发生事故的海滩 三人分头穿进丛林找到了男孩 男孩看着天上死去的同学不停叹气 小美劝说他现在要保持反抗的斗志 一旦他放弃剩余的四个人都会无故死亡 四个人集合后坐上小帅的汽车 男孩认为现在他不能回家 警方一定会又把他当成了嫌疑人 小美愿意叫他去父亲留下的木屋暂避 小帅认为如果避也避不开 还不如自己选择死亡的方式 于是脑袋一热加大油门冲向主路 男孩眼见自己的安全带断开 提醒小帅下一个是他 小帅听后猛踩刹车错过了一场车祸 男孩低头发现安全带再次恢复如初 随后小帅并没有把车停下 高举双手直奔前方大火车 起料汽车自动躲过了车祸 这时小帅发现玻璃上突然出现火车的印记 小帅按照他的预想停在火车轨道上 三人迅速跑到车外圈说小帅快下车 小帅看了眼来到近前的火车 可死神并没有结束这条杀戮 下一秒轨道上的汽车铁皮瞬间飞出来 直接割断了同学的脑袋 男孩认为刘老师死后轮到了小帅 却因自己救下他导致下一个同学死亡 男孩发现只要及时查收就可以破坏死亡的射击 他发现同学死后轮到了自己 跑到小美提供的木屋 把能对自己构成伤害的所有部件全部做了防火 拿来一盏燃油灯放在水盆上 静静地等待死神降临 这是一阵寒风袭来吹倒垃圾袋 掉落的罐头撞向墙上的鱼竿 鱼钩掉在门把手上拉开钢门 男孩快步冲过来将钢门抵住 夜里探员在门外监视着小美 殊不知小美早已发现了他们 走过来叫探员去帮助对抗死神的男孩 探员让小美先回房子以免她受到伤害 此时男孩突然发现下一个居然不是她 男孩拿起衣服跑出木屋 发现警方赶来跑到河边 坐上事先准备好的小船滑向河对岸 警方见状立刻掉头包抄 此时一道天雷击中小美家门前的电线杆 察觉到危险的小美掏出蜡烛点燃 来到窗前发现摇摆的电缆对狗狗造成了危险 小美赶忙放下蜡烛穿上衣服 寒风将桌上的蜡烛瞬间熄灭 来不及多想的小美冲出房子 她赶忙起身冲上前解开狗链 这时死神对她发起攻击 小美赶忙爬到房顶翻回家里 室内电器在她身边不停爆炸 小美健壮向楼下跑去 推开车库门逃进车里 电缆在室外不停撞击车库门 小美一脚油门冲出来 汽车被卷帘门控制住 电缆砸到汽车机盖上 小车瞬间失去了性能 死神将地面上的铁架子推倒 铁架子扎破地面上的油漆桶 汽油化成一条长龙直奔轿车 这时男孩赶到小美家 拿起铁锹尝试和死神做斗争 眼间电缆将汽油点燃 男孩发现火势蔓延到车底盘 事发六个月后 三人顺利来到了法国巴黎 坐在路边感慨万千 共同举杯致敬来不了的同学们 男孩再次掏出飞机座位图 按照死神攻击的顺序 排除掉已经死掉的人 男孩在火车轨道上救下了小帅 小帅在开车时自己安全带消失 证明他排在了小帅的前面 两人逃脱死神制裁后轮到小美 男孩拿起电缆救下小美被击飞 导致死神六个月没有出现 小帅猜测如果是一个轮回 应该轮到男孩的身上 这时男孩看着身后弹及他的卷毛 还有路边正在泄肉的屠夫 一切都变得如此诡异 突然一阵寒风袭来 桌面上的酒杯瞬间被打翻 男孩看着自己的名字被禁尸 他这才意识到死神并没有离开 于是他决定独自返回酒店 小美要跟他回去 却被男孩拒绝了 这时看到大巴车的小美叫住男孩 男孩赶忙向人行道上闪身 成功避免了这次车祸